就像孟子所说的 上下教真理而过为 大家都尽力往矣 这个社会就很危险了 左传上说 人气场贼要先 人要是把轮场道德捨棄了 这个社会就变成妖魔鬼怪的社会 不像人了 为了挽救这个社会 端正使道人心 孝道与汉学的提倡 实在是太重要了 这是天使的缘分 成熟了 马六甲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六百年前 正和下西洋 到处传播中华文化 将马六甲这个地方 建设起来造福当地 六百年后 马六甲孔教会 及双西园 在这里弘扬小道 马来西亚汉学园 也在马六甲这个地方 成立 以弘扬汉学围继人 这是地理的缘分 成熟了 马六甲孔教会 即双西园的诸位大德 以及马来西亚汉学园的诸位人 这 活活活一心 都以弘扬笑道与汉学 为迫切鼻心的词语 这是人和的缘分 成熟了 马六甲在天使地理人和 三方面的因缘都成熟了 这是非常难得的 在这里 弘扬笑道与汉学 一定成功 能够造福当地 与世界其他地区 这也能令我们感到 非常欢喜的原因 笑道的重要性 中华民族 自古以来 崇尚笑道 所以中华文化 是笑文化